今天會和大家講一下我的秋天護膚程序 和教大家化一個走紅色的妝容 和我之前化的大地色妝容蠻不同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下去 首先我會用我之前在東京買的Minnon洗麵粉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很喜歡這個品牌 它不算建了很多泡 我自己會加少許水去泡 但如果你想建得強一點也可以用起泡網 它洗出來很溫和很乾淨很舒服 如果是晚上我會在洗完臉 立刻用HQ110的蛋斑精華 它可以立刻封住黑色素 黏走顏色斑 因為其實這個夏天我發覺我自己的鼻子和拳骨 都關了幾顆淺色斑 所以真的要立刻弄走它 敏感肌都適合用的 這些嬌蘭的蜂黃漿精華水 其實我都用了差不多三份 只剩下一點 它是比起一般的爽膚水稠一點 我會放在手心搓熱它 然後按在臉上 然後我會做一些拍打的動作 我始終覺得水狀的一些護膚品 都是要拍進去才會最好吸收的 順便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近晚上都很喜歡這個 Norfexberg的Replumb Mask 因為它有很高濃度的透明質酸和膠原蛋白 可以幫皮膚做到一個即時充電的作用 是一個急救的Mask 不過日頭我就很少敷Mask 因為真的很懶 其實秋天真是美白的好時機 夏天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黑度 這支Amplar的美白精華 真的超級超級保濕 你真的不說都不知道它是美白精華 它簡直有保濕精華 這麼保濕日真的白了 我會用完 保濕精華我想大家都有很多心水 不過其實通常轉季 我除了保濕精華都會加上 S.A.Rola Advanced Night Repair 我最近又回購了 其實它真的越來越貴 但是我真的偶爾都會買它回來用 因為它真的可以加強皮膚的防禦力 如果大家仍然覺得不夠 它就新出了一個保濕的Intensive Capsule 它可以Intensive用14天 或者是用21天 其實它就是一粒Capsule狀 你扭開膠囊 然後擠出來放在手心 按熱它 按上臉上 我本身都挺抗拒油的 不過這個我覺得它真的吸收得很好 而且一點都不Break out 在一些乾燥或是開冷氣的時候用 都是超級好 雖然我對眼點都是這麼腫的 不過像精色都要塗上眼霜 用的這個就是Clinic去浮腫眼霜 其實我覺得一般般 然後我會塗這個Topic Creme的 它是一個質地比較薄的Creme 不算很厚或者很黏 所以如果你是派太滋潤的Creme 你就可以選這個 我日後會塗這個幾點的份量 再全面很簡單地塗開 它上妝都完全不會起塗膠碎 晚上我就會塗這個Double的份量 好好地地敷著它 我覺得它轉季的時候 是很適合敏感肌肉 不用我說 我想大家一早看到 右邊面生了一粒大瘡 這個Pair的暗瘡膏 之前在日本買的 它不乾不粒皮 但是它塗幾天 又可以密密地幫你燒了一粒瘡 大大小的瘡都燒到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它 外出還有沒有人是不塗防曬的 這支Origin的防曬 我之前在防曬片裡也介紹過 它是一支物理性的防曬 SPF45 PA也有三個加 它也是一個防敏的系列 所以敏感皮膚也很適合用 我差不多用完了這支 交了那麼久終於可以去化妝了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支Cleanic粉底 它是一支粉底和遮瑕膏二合一的粉底 塗完上面真的看到的遮瑕膏很好 而且顏色也很適合我 之後我就會去塗這個blush 因為這個Outglass的blush 它是有少少光影在裡面 又不算太紅 是少少珊瑚色的 真的很漂亮 我是很推介大家買它的粉質也很好 又是這支跟大家說了幾年的Excel眉筆 其實真的始終最喜歡它 如果大家去開SASA或者去日本 就一定要買 這個是淺色版的 很適合我現在染淺了的頭髮 也是順利自己的眉毛去畫 但現在我就會加多一個眉Gel 這個Benefit的眉Gel 我喜歡它的頭髮比較細 還有它裡面的質地沒有那麼粗 首先要逆梳 然後順梳 用下去就會很自然 來到今天的主角出場 這盒Kiko的眼影 酒紅色紫紅色 真的超美 它粉質也很好 我首先會用它最白的珠光色打底 會令到之後的顏色 那個金屬感是比較重 然後再用它這個酒紅啡色 去畫眼線的位置 我就會畫在外內雙眼皮摺 如果雙眼皮的朋友 都是畫這麼粗的 因為會令到之後 眼睛有少許煙燒的效果 其實都是軟的位置畫就可以了 來回這樣掃 掃你覺得滿意就可以收手 然後我就會帶一點下去下眼線的位置 大概畫到眼珠一半的部分 就剛剛好 然後就用它那個 稍微淺一點的紫紅色 也是有珠光的 就會在外面的位置 我平時就不一定在這個位置上 但如果想做一個比較煙燒的妝 都會在這個位置去塗 然後就再用我這個 最愛的MAC的217號 做這個blending 又是你一個不要太高的位置 要不然就整個眼妝都很髒 想再加深眼部的輪廓 我就會再加上這個Kiko的眼影 它是一個帶閃的啡色 又是畫在眼線的位置 但如果雙眼皮的朋友 其實可能 skip這一步都可以的 最後就畫外眼線 因為我已經紋了內眼線 但如果沒有的朋友 就一定要畫這個 睫毛和睫毛之間的胸隙 我就只畫眼頭和眼尾就可以了 眼妝就大致完成了 然後我就用這個小的睫毛夾 去夾我的睫毛 因為它可以比較準 然後就到這個 amani的睫毛 真的有很多朋友問我 上次說的那支是哪支 其實就是這支 它又黑又濃又窄 令到我這些千年 很難夾得窄的睫毛 都可以夾到耳朵的效果 我真的很喜歡 秋冬是玩唇妝最棒的時候 這支Kiko的唇膏 它是一個豆沙粉紅色 塗上嘴就真的有一種很自然 滑滑滑的感覺 很搭配這種比較重的眼妝 如果大家不太接受到深色咀唇 其實塗這個已經可以收手了 或者是再暗一點的啡紅色都可以 如果大家想再鮮色一點 就可以加一個紫紅色 今天的這個 是Clinique的Lip Stain 它是一個glossy的finish 它的筆頭都很容易控制 去勾化唇型 而且這個顏色大家都應該比較容易接受和處理 秋冬也很適合用 完成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紫紅色妝容 和這個比較完整的護膚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